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啦 泡泡实验室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哦 是谁在呼叫知道点博士 鸡鸡鸡鸡 知道点博士 我和小咕咚今天来参观风力发电厂了 太神奇了 我们俩照着这里风车的样子 做了一个小风车 可是不管怎么对着它吹气 它都转不起来呀 对呀 对呀 知道点博士这是怎么回事呀 嗯 这个问题我得思考一下 哦 知道点博士坐的风车能成功吗 哦 知道点博士也不知道 嗯 那我们去泡泡实验室研究一下吧 好요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旦 如家冠名播出 绿泡泡 知道点不是我坐了一个风车 可是我怎么吹它都转不起来 是 没有用 真的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见过风车 风车如果风一吹的话会怎么样 转动 应该是会转动才对 我来看一看 好像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标准的风车 来 请小朋友看一看两个风车有什么不一样 好 一凡 那个风车是斜着 那个风车是那个平着的 这个叶片一个是倾斜的 一个是平的 对 那你们觉得它这个平的刚才用气吹的时候不能转动 我这个能转动吗 能 你们猜可以吗 可以 咱们来试试 好 来 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好了 我们一起数三个数 来 一 二 三 好大 非常的轻松 知道点博士 看来我知道点博士还是只知道一点点了 谦虚 谦虚 那小朋友们你们来猜一猜 为什么这个叶片倾斜了 它就能够转动起来 你知道吗 好 你说说看 如果没有那个叶片倾斜的话 风的话就会从两边挂过去 如果它倾斜的话 那风的话就会被利用得非常好 小朋友说的其实挺有道理的 我们仔细来看 这个 它的这个风车的这个叶片呢 是完全平着的 我们吹的时候 你看 用这个红色的小棍来代表风 直接作用在这 它就不会转了 而我这个呢 小朋友看 风吹过来 它作用在哪了 作用在这 对不对啊 就把它带着转动起来了 转起来了 冰泡泡 我也想试一试你这个 非常轻松 真的是做得很好啊 其实只有这一点点的差别 就能够影响 它真正转动与否的这个效果了 对 那我们的几位小朋友 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有 直接来用我这个试呢 没有什么挑战 不如我们亲自动手来做一个风车 好不好 好 先穿一个红色的小珠子 然后是这个大一点的 再来穿一个小珠子 我们把叶片分别安装上去 小朋友们 在插的时候 千万不要犯了 知道点不是这个错误哦 一定要注意 它的角度要调整一下 对 角度越合适 我们一会儿的这个实验的效果 也就会越明显 好的 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做好了 来试一试 白队的小朋友先来 没问题 还是挺成功的 来看一看 蓝队这边 好 很棒 来 稍微同学 好 谢谢 好 大家做的都成功了 非常棒 来 给自己鼓鼓掌 好 好的 给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当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 本来的主动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 刚才我们一起动手制作了风车 其实风车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应用的地方 小朋友们知道有哪些吗 好 你来说 发电 对 首先 风力发电 我们如果去过内蒙古大草原或者是新疆 有很多地方都会看到在草原上有非常大的风车 然后风一吹 它就缓慢地在转动 其实就带动了内部的机械的运转 就可以发电了 其他还知道什么吗 好 你还知道 有些风车还可以抽水 太棒了 有些风车通过这个风力带动风车的转动 可以抽水来达到灌溉农田的目的 当然了还有可以研磨谷物等等 这都是我们对风力的这个很好的利用 当然了用风车来帮助我们 那在我们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机械的玩具 我们看 在前面也是一个风车 我们就全体把它当做一个机器人 如果对着它吹气的话 它转动了以后 机器人你们觉得会动吗 会 会 那我们来看看 来 好 是怎么动的 红笑 有点像是吧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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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试一试 非常神奇 哇 虽然有点废气 动得有点缓慢 但是呢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不如这样 接下来 请我们的红蓝两队来一个比赛 好的 我们看到两队的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 白队是从黑色区域开始到红色区域结束 蓝队从红色区域开始到黑色区域结束 来 准备好 准备 准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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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这边没有停 感觉一直在走 对 一直在动 背锅量很惊人 蓝队好 完成任务 好 太厉害了 白队不要放弃 我们坚持到底 加油 来 你们两个过来给白队帮我忙 四个人一块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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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差一点 坚持到底 好 胜利再往 加油 好 成功 两队都完成了任务 我们小伙子肺活量大是正常的 上线完成任务 但是帮助了我们白队共同完成 来 一起为自己鼓掌 加油 太棒了 太厉害了 绿泡泡 我觉得这个风车机器人突然给了我灵感 不行 我得赶紧回到我的实验室去做实验了 好吧 好 再见 绿泡泡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 Pivo Pivo 其实风车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 Alpha蛋 Alpha 来给大家讲一讲 风力发电机就是其中一种应用 它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有时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风车 上面不停旋转的部分就是风轮 风轮在风力作用下旋转 发电机在风轮轴的带动下就能发电了 风车还被用在抽水灌溉等很多其他领域 有些地方还会利用风车研磨谷 Alpha蛋 讲得太棒了 怎么样 我知道点博士又知道了一点点 今天我们一起做了好玩的科学游戏 我们也了解了这个风车的工作原理 也知道了它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应用 我们还看了这个风车做的机器人 小朋友可以再想想有什么有关的科学游戏 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 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 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Alpha蛋 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 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